第一到三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一提起脂肪,许多人更是谈脂色变 人们会条件反射地联想到肥胖、动脉硬化、心血管疾病等 由脂肪超负荷引发的状况 其实,脂肪和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并称自然界的三大营养素 是人体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食物的口味与脂肪的含量有很大的联系 倘若食物中没有脂肪或脂肪含量很少 这种食物就不好吃 此外,脂肪还可以帮助吸收食品中的维生素 脂肪对身体的作用也很大 如果身体缺少脂肪 就会使皮肤干涩粗糙,失去弹性和光泽 另外,脂肪组织比较柔软 它存在于身体的各组织器官之间 使器官之间减少摩擦 保护器官免受损伤 这就是为什么屁股上的脂肪较多时 即便久坐也不会觉得疲劳的原因 此外,脂肪具有不易传热的特性 所以能很好的防止散热 在冬天有防寒的作用 1. 脂肪对食物有什么作用 2. 脂肪为什么能保护器官 3. 这段话主要谈的是什么 第四到七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撒哈拉沙漠是世界最大的砂质荒漠 地区气候条件非常恶劣 是地球上最不适合生物生存的地方之一 但实际上,还是有一些动物和植物 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 在撒哈拉大沙漠中 生活着一种老鼠 这种老鼠呈现灰色 每当干旱的季节即将来临时 它们都异常忙碌 它们不停地寻找有绿色植物的地带 咬断植物的根 并将它们带回洞穴 然后又忙着寻找另一处绿洲 即使洞穴里的草根已经非常多 足够它们度过整个夏天 但是老鼠依然来去匆匆 似乎只有这样 它们才能安心 为了研究这些老鼠的生活习惯 有些动物学家进入了大沙漠中 它们封锁了老鼠的洞穴 每天给它们足够的食物 这时候 令人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这些老鼠并不像人们想的那样 安心地享受现成的食物 这些老鼠私下寻觅着 表现得非常焦虑 甚至不能进食 直到忧心忡忡地死去 动物学家对此进行了一系列分析 结果发现 老鼠们的焦虑 来自于它们对未来的担心 它们想象着 一旦夏天过去 绿草枯萎 就再也难以发现草根了 这样 它们很快就会饿死 4. 关于撒哈拉沙漠 下列哪项不正确 5. 每年夏天 这些老鼠都在干什么 6. 动物学家做了什么 7. 动物学家最后得了什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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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学家最后得了什么